好 我們來看到弄得北部的民眾搭人心惶惶 這位從基隆醫院脫逃的檢性嫌犯 是在昨天晚上七點落網 那最後他被找到的地方居然是他的宿舍 警方進一步調查才知道原來逃亡短短四天的時間 他用假名印證了一份工地的零食工 已經工作兩天了 這一回新北警方出動鷹眼小組找到行蹤 出動便衣刑警埋伏 趁著他外出倒垃圾的時候把人給逮住 雨天埋伏終於看到目標 原警把人壓制在地 警方這麼激動 因為眼前這名藍一男 就是已經逃亡四天的脫逃受刑人 檢性嫌犯 攤開他的逃亡軌跡 十九號從基隆的醫院脫逃之後 隔天曾經來到萬華的龍山寺 中午從捷運站新埔站出站 搭公車最後輾轉來到新莊的地藏廟拜拜 當天下午就到派遣公司應徵 工作兩天落網 附近住戶直到二十二號的下午都還看到嫌犯在附近閒晃 直到他落網才知道原來脫逃的嫌犯就是他 心中難免有些害怕 警方調查這名嫌犯來應徵工作 還用假名應徵 對於鄰居說他曾經來這工作過 人力派遣公司有話要說 他來應徵是應徵用假名啦 第二天工作回來的時候他寫清單寫他的名字啦 想說我們下班的時候我們要去報警 結果看到你們那個心情跑來了 那之前就來這邊做朋友了 嫌犯兩天薪水大約兩千八百元 每天都會回到新莊的宿舍 這回被鷹眼小組調到行蹤 就派人到現場埋伏 趁他外出倒垃圾時將人逮捕 他表示自己要被強制治療三年 加上入獄的五年一共要被限制自由八年 讓他自己覺得沒有生病才會拼了命的想逃 這下被抓自由沒了 恐怕被關的時間還會更長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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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